大载了3.0T V6发动机的上海炮 其实已经代表了咱们中国皮卡这个新高度 但是我身旁的这台上海炮的PHE版本 又代表了一个新的向上 因为这台车它的动力比3.0T六缸的气候发动机 要来了更加澎湃 由于采用了2.0T插粉专用发动机加9HVT和P2电机 以及大电池这个设计 这台车的综合功率达到了300千瓦 它的峰值扭矩达到了750牛米怎么样 其实是堪比一些V8发动机的 由于有了电机的辅助 它的加速是非常快的 别看是一个大皮卡 它的百公里加速只有6.9秒 你能想象吗 一个这么大尺寸的皮卡 零百加速7秒以内 这个真的有点太夸张了 并且这台车它的电池容量是比较大的 达到了37度 所以它的纯电续航也是突破了100公里 达到了110公里 并且由于有的大油箱 所以这台车的综合续航 是可以轻松达到900公里的 那很多人是喜欢开的皮卡出去游山玩水自驾穿越的 那因为有了大电池 并且这台车呢 它还有着3.3千瓦的一个外放电 那所以就有了很多种无限的可能 比如说你可以在后面改一个床车 改一个露营的帐篷 那有了外放电 你就有了照明 有了取暖 有了这个各种做饭的辅助电源 所以有了这台车 其实你就拥有了一个移动的加 因为很多SUV的改是非常麻烦的 那皮卡的改装 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 而且很有多功能多样性的 并且由于有了电机和这个电池的一个辅助 它的玩法会变得更加的多样化 多元化 那PHV的长海化 我觉得它会进一步的辅助大家 提高户外生活的可玩性 有意思 这台车我觉得有机会 大家来试一下 会让你爱上户外生活 爱上一个皮卡的一个生活方式 我们看完了三海炮的PHV插电版本 在我身后还有一个不插电的混动 是三海炮的HEV版本 那HEV顾名思义 就是油电混动 不需要插电 那这台车 它有一个2.0T的高功率发动机 加上一个前置的电机 和9HAT的一个变重箱 那峰值功率更是达到了648牛米 其实这个功率和扭矩 要比3.0T的汽油机来得更加的凶猛 并且由于有了电动机的辅助 它的起步 它的再加速 这个性能要来得更好 能耗要更低 所以这台车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全场景应用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比如说它在城市里的驾驶 你的油炮会大幅度的向低 并且你由于搭载的是一个小电池版本 所以它的重量也不是特别的重 那你出去玩的时候 也不用担心说没有地方充电 这台车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介于三海炮 3.0T 汽油版和PHV新能版 新能源版本之间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如果说长城炮的城用炮 三海炮比较偏重于家用 舒适性和代步的话 那么我身旁的这个长城火炮的一个单排版 它纯粹就是为了极致的硬核和极致的乐趣 以及极致的穿越 那这台车你可以发现 它跟我们常规的火炮还不太一样 因为你可以发现它用了很多的改装件 没错 它是由长城炮跟国内知名的改装品牌 顶火来联合共创的 那整个你看车身的前后杠啊 包括它的侧围 包括你看这个非常大的这个涉水喉 它都做了一个原厂的设计 并且呢 它的悬挂采用的也是K慢的一个 高性能的氮气的一个悬挂 并且你看它用的还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一个白色的轮毂 配上这个AT胎啊 其实整个显起来还是相当的粗犷的 那这台车呢 由于它是一个单排两座的版本 所以它轴距是相对来说比较短的 那你再进行比如说极致穿越或者硬核越野的时候 这台车它其实它的通过性比双排座的这个 SUA或者说皮卡要来的更加强悍更加硬核一些 其实很多朋友买这台车不为了在城里开 就为了在无人区 在一些人际罕至的地方 在风景特别优越的地方进行一个穿越和拉力 这台车其实你看它后头可以装很多的物资和一些你露营的装备 也是比较舒适 有了一定的科技属性的 这台车啊 我觉得它面向的就是那种非常极致 非常硬核的玩家 跟我们常规看到的这种普通皮卡还不太一样 它属于一个更高阶的玩法 在我身旁就是中国皮卡市场的销量担当 长城炮的常用炮 这台车是2013款的一个最新款 你可以发现它由内到外都进行全方位的升级 首先是一个外观造型的提升 前脸比原来变得更加的精致 整个镀铬我觉得变得会更加的协调 而且你看保险杠的样式也有一些变化 所以整体的感觉我觉得视觉效果上会更加的顺畅 更加的容易接受一些 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它的座舱 这个座舱其实在科技属性和它的舒适性上 都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整个座舱我们可以发现 不管是座椅的这种感觉 还是整个内饰的科技感 都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前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双联屏的设计 这个其实没有太多的可以讲 但是屏幕尤其是中控屏内部的车领网 进行了一个大幅的升级 首先车机 你看它的UI 它整体的操作 进行了一个升级 另外就是它的一个智能化 它的智能化 从原来的ACC 知性巡航 现在又加了变道辅助和交通 那你在这上开车的时候 会更加的省心 省力 更加的安全 并且它还支持这个手机的远程控制和蓝牙钥匙 变得更加的智能了 另外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车 它的座椅的配色也会更加的偏豪华和高端一些这种棕色加黑色和打孔的设计呢 也更加像一些20多万的这种中高端的SUV 所以坐在这里 给我们营造的感受就完全不像是一个十多万元的皮卡 在细节上的2013款的抽油炮也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点 首先在富家室的前方 它做了一个隐藏式的储物盒 这里面你可以放手机 可以放充电宝 可以放一些日常的零碎物品 甚至说在长度的时候 这里可以放吃的 非常的方便 进一步提升了车内的储物空间 这里呢它还加了一个50瓦的手机无线快充 那配合让USB一个Type-C的充电口 那整个车内的手机充电得到了一个大幅的提升 另外就是它的这个车窗 新增了四门的车窗一键升降 那日常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 并且呢它整个车厢的隔音也是得到了一个大幅的提升 所以整个2023款长城炮 它不管说内饰做仓科技其实都得到了一个全方位的提升 那如果说在不限批改的地方啊 这台2023款的长城炮真的是居家旅行的一个必备神器